今天早上凤凰大四年播放了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的特别节目 今天播的是第二集 他当中提到了在80年代初 从深圳改革开放当中出现了很多腐败走私的犯罪行为 当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当时中央领导干部就提出要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然后凤凰卫视的节目当中采访了当初执行这些具体政策的一些广东省委干部 据当时他们回忆说中央领导打击经济犯罪引起了他们的一个恐慌 就是担心改革开放搞不下去 那我们就比较奇怪的一点是改革开放跟打击经济犯罪有什么关系 然后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这个简单说 他的这个节目我也大概看了一下 没有仔细看 但是呢 我一个很简单的印象是这个节目是有特殊目的 不是简单的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 而是借口纪念南巡讲话 达到他一个特殊的目的 这个特殊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是一个统一计划的产委 配合某些人 呼应某些人 要什么呢 这些人叫嚣要再来一次南巡讲话 是配合这些人的图谋的 这些人是些什么人 据我看非常清楚 他们就是一些天天嘴讲改革开放 实际上是以改革开放为借口 反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图谋把中国变成外国殖民地 这么一块 最近他们的叫嚣 要再来一次南巡讲话 我看方文维斯的整个节目是配合的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据我看 这个再来一次南巡讲话的教育 实际上是想发动一场政变 而且呢 有的网友已经死出来了 这是发出一个要搞政变的警告 而且我看 这次这个政变的图谋 可以清楚的定性为反革命争 这个他们的这种 宣传和教肖 已经在我们党 我们国家的干部都有引起了重大的思想 因为我接触的某些忠诚干部 已经开始人形慌慌 说现在是不是又要来一次南巡讲话了 因为这个南巡讲话本身可能导致 党的路线一次重大给改变 他们需要站队 现在正式换届的时候 站队涉及到很多人的官位 人形慌慌的在这谣传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那些宣传再来一次南巡讲话的人 他真正的图谋 图谋是什么呢 借口这个东西 来搞乱人心 然后呢制造舆论 实际上是要发动政变 为什么说他们发动政变 很简单 现在党和国家的工作 我们知道无论是从党的中央 党中央的组织 一直到政府的最高组织 他工作都是有程序的 这些宣传再来一次南巡讲话的人 是中国的所谓精英 他们是可以把意见书递到最高层的人 你如果对最高层的工作 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想法 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或者甚至就是在媒体上 简单写出来 提上去 但是他们不写不提 却在这居心叵测的鼓吹 再来一次南巡讲话 就很简单一句话 他们要破坏程序 跳出正常的党和政府工作的程序之外 搞突然袭击事的政治事件 搞政治上的突发性事件 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我们国家的 社会主义基本性质 要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引进来 把帝国变成外部的致命力 那凤凰卫斯他身有什么秘层 他为什么会发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并不奇怪啊 很简单 我给你先来举两件事 这是肯定凤凰卫斯 这个凤凰卫斯当代 具体哪个节目 有的我也记不清了 前世上都看一个节目 解放战争时期 有一个有名的 这个强奸女大学生沈从案件 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 这个我小时候是看过啊 就是1947年大概是那个前后 美军驻北平美军 大概是驻美军 反正驻华美军 应该是驻北平美军 强奸女大学生沈从 然后全国掀起了大学生的 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运动 后来美军主力 在中国的大城市 主要的大城市都撤破了 当然这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第一次爱国运动 那么就沈从事件是一个很有标志性 是吧 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 因为美国美帝国主义分子 强奸了女大学生沈从 我历来我从小时候看过这个东西 所以历来有这印象 但是在凤凰卫斯有一次 也是这种回忆历史的访谈 这个不是访谈 回忆历史的很短的节目 就讲了 就讲了一点的沈从事件 讲到最后 节目的主持人居心叵测的说 现在有人有资料说 沈从是中共的谍报人员 是中共特意让这么一个女谍报人员 引诱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上桌 以便制造一场政治词骗 连走鬼 我是一个尊重历史的人 我当时我很震惊 然后我就上网上去查 网上是有这样的话 但是看写这个话的人 我现在不具体讲了 根本就是一些乱传的 子虚无有的下说 就是网上有很多是造谣性的人 就一看看出处来源 根本不可靠 根本不可靠 没什么可靠的依据 但是呢 网上倒有一个话 国民党当时是否认这个 不 国民党当时倒是宣传了这个东西 说这个美军强劫审团案 是中共搞的 那么现在这些人 国民党当时的这个做法 明显就是一个卖国行径 是吧 讨好美帝国主义 为了让美帝国主义支持他党内感 讨好美帝国主义 否认美军有强劫审存的对行 这是国民党宣传的要面 那是中共的谍保人案 故意引美军上红 这样卑鄙无耻的东西 凤凰卫斯一本正经的 就是在介绍这个事件的时候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 他有一些很短的节目 是介绍 他最后就给你 屈膝非常险恶有心的 加上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等 在一般的 这个 这个语境下 这种话等于告你什么 一个画龙点睛的话 真相是如此 前面都是假的 那他做这个节目 这次南学的这个节目 他的一个目的 那当然啊 就是跟那些 要再来一次南学讲话的人 摇向呼应 来制造 制造舆论 然后最后就真实要 要搞这么一次 政变性的行动 对于这个政变性的行动 他们目的上什么呢 我简单想了一下 这个我们左派 我今天就讲究这个 我们左派必须反击 反击很简单 第一条 揭露他们的最终目的 他们最终目的 改变中国的 基本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要实现的是什么 什么制度 什么社会 这个制度 这个社会 其实凤凰为此 今天的节目 很清楚的告诉你 就是要实现一个 人人可以 不是人人 我说错了 是少数高官 可以畅行物件的经济犯罪 因为他今天讲的 他一看 当时打击的经济犯罪 最主要两点了 一个是走势 包括贪污及实物品 第二个 贪污 这不就是了 这种事情能干出来 当然 只是跟官方 有的全部 他们的观点是 打击这些犯罪 就会阻碍改革开放 然后现在 现在有片门就说 那个改革开放 又一次到了最危机的情况 然后师傅 就是跟你说的 当然了 所以我现在就这么 看到他们结婚以后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原来这些人说的改革开放 就是这个事 就是什么 经济犯罪 就是走私 就是 这个 当然这个老百姓是做不到的 只有少数高官 或者跟高雾有特殊关系 那些 乌龟王八蛋 只有他们能干 他们说的改革开放是这个 那么所谓改革开放 到了最危机的时候 是什么呢 是因为最近十几年来 党中央在不断反腐 在打击贪官 是吧 那么 虽然老百姓对这个 反腐啊 打击贪官啊 不满意 但是毕竟在他 还没打到满意呢 他们就感到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这不很明显吗 他们自己的经历说的很清楚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他们讲的改革开放 和邓小平讲的改革开放 我认为不是一回事 不管怎么样 邓小平本人从来没有说过 我搞改革开放 就是要叫你们 经济犯罪 就是要叫你们 什么 贪污 走私 对不对 本来邓小平是 把他们干成两回事的 这些人怎么就当成一回事呢 我们只能说这一条 这些人就鼓吹的改革开放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左派需要跟广大群众 说清的是吗 就说清这个 他们讲的改革开放是什么 就是怎么贪污 万元怎么贪污 就是怎么走私 怎么搞法中国的体验 就是经济犯罪 邓小平他讲的改革开放 是有一个前提 要建筑上的基本原则 你也说如果产生两集分化 改革就失败了 那我们今天目前的这个改革开放 他算是 是啊 要按邓小平的标准来说 那真就是失败 而现在最坏的是呢 在这个改革开放里 生长起一批 内议集团 这些内议集团就是贪污 贪污污的代言人 就是经济犯罪分子的代言人 他们天天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在中国 让这些坏人 肆无忌烂的 施行经济反对 而且呢 还公然要什么呢 要发动反革命定位 要把这一套合法化 他们这套合法化 中国人民就都变成非法人了 他们最终的问题是这个 所以呢 我们很简单 我就把千言万语集中在一句话 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反革命政变阴谋 提高警惕 具有足够的警惕 采取坚决的反击措施 反击措施 两层 第一层 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清真相 唤起民众 让人民知道 这些贪官污吏 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四个字下面 他们想干什么 第二个 我们要准备好 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 粉碎他们 可能采取的 一切反革命政变 他们的意思是坚持感 等于是坚持经济犯罪 这不是我说啊 你去看个文威斯的东西 是不是 你中央打击经济犯罪 而且说得很明的 经济犯罪 我一看犯罪死是 走私 什么贪污 就怎么就打击经济犯罪 怎么就改革就搞不下去了 你想搞的是什么改革 我就这么很简单的问 你想搞的是什么改革 就是经济犯罪是不是 就是走私 就是贪污 是不是 否则这个东西怎么就连到一块去了 是吧 我现在不想让左派怎么说 我让右派给我回答 你们改革是不是就这么回事 否则打击经济犯罪 你们害怕 而且改革开放的实践效果也证明了 受益的基本上都是官僚买办和新生资产阶级 我看呢 我看呢 现在啊 好好 就是说比较守规矩的官僚买办 现在问题还不是那些比较守规矩的官僚买办 还不是说比较守规矩的新生资产 是一拨什么人 是一拨祖私犯 是吧 赖长兴咱家都是老实了 是那种人 赖长兴呢 是那贪污犯 是那些人 对不对 他们代表那么些的人 代表什么啊 正经 正经勤劳自负的人 哪怕搞点资本主义 我看他也不代表 你怎么能说那些人都走私了呢 都穿功了呢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吗 你看他们的鼓吹的是什么 就凤凰卫斯 就是凤凰卫斯采这种节目 当然本身就反映他的立场 我不是说他这个立场 他们什么都看得出来的 就我刚刚说的一句话 美帝国主义 当年在北京搞出了强奸审同 女大学生审同 她是北大学 女大学审同 那么现在有一些人 出来替美帝国主义开拓 说这些是中共脑袋阴谋 实际上 其实就是看看美军 现在干的那些事 干的点事 你就清楚 我现在就坚信 审同的事 一定是美帝国主义 强奸中国女大学 因为很简单吧 你去看看 韩国和日本 跟美国好不好 你听过那报道没有 日本是什么 美军基地的士兵 强奸日本妇女 韩国也是 韩国都有这事 难道那也都是 共产党造出来的 而日本共产党造出来的 南韩共产党造出来的事 美帝国主义 他就不是好东西 他那大兵就是强奸人 可是现在凤凰为私的人 内容网上有人造的那点 根本没有根据的下手 来替美帝国主义发案 这不是 这不是 这不是凭美帝国主义 当走狗是干什么 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凤凰卫斯在 这个 沈从事件上的 这个报道 实际上完全暴露出 他是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是看见 为美军 大兵 强奸中国 女大学生 就不是给他放冒 而且造谣生枝 搞这种 卑鄙的变化 典型的暴露了 他是美的